小老师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新的黑坑池里边 抢的是新鱼 那既然是抢鱼的话 我就想知道到底该怎么抢 首先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黑坑吧 是人的密度比较大的 然后老板放鱼的密度也比较大 据说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黑坑吧 它今天放了3800斤 而且基本上全是这种大个体的鲤鱼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 我觉得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突出一个抢 今天我们做钓的黑坑长约60米 宽约30米 可同时容纳50多人同时锤钓 每个钓位间距不足2米 做钓当天行放3800斤 个体在2斤左右的鲤鱼 所以在高密度多人数的这种黑坑做钓 抢鱼就成了关键 怎么抢呢 首先大家就一定要注意 抢的一个最重要一个核心 就是一定要有闪炮 闪炮 对 就是我们这个耳条里边 一定要配上闪炮 那么只有用闪炮以后 那么这个鱼才会越聚越多 你试想一下 如果没有闪炮跟上的话 本身鲤鱼的这个吃食量就比较大 对吧 然后你如果没有耳料 足够的量跟上的话 这个鱼就会越钓越少 越钓越少 直至最后就钓不掉鱼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个闪炮是非常重要的 陈老师 这位鱼是什么挑衅 打钝口 散炮一般来说是在我们钓鱼当中 起到鱿鱼的效果 对 尤其是今天 鲤鱼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个鲤鱼吧 很少能在水的中上层能够停留 一般它都是在水的底调 对吧 底部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的闪炮 就一定注意 我们首先要用的闪炮 就一定是底闪 又来一条 最近连中五条了 坐在前期通过散炮诱鱼 没钓几杆就接连种鱼 说明散炮达到了前期诱鱼的目的 那这款散炮是如何搭配制成的呢 邱老师 你看散炮在我们钓鱼的过程当中 是起到一个诱鱼的效果 但是要怎么开才能诱到鱼呢 这个是关键了 对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黑坑马 因为它是那个鲤鱼比较多 而且全部放了那个新鱼 牲口鱼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如果没有散炮来诱鱼的话 你看今天我们的钓位非常密 是吧 要不然你没有散炮的话 这个鱼很快就会被人给抢走了 所以这个 钓这种牲口的这种鲤鱼吧 这种散炮的作用非常明显 所以这个散炮的作用 我们一定要把它重视起来 我来教教你 好吧 好 行 那这个黑坑散炮里边 究竟有哪些成分呢 黑坑散炮里边 它有碎颗粒 然后还有我们的小米 碎米 还有我们的雪花粉这类的 所以这个是在鱿鱼上面 是特别厉害的 然后这个 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散炮 因为鲤鱼啊 它都在底层 所以我们今天用的散炮 是第一散 首先要加入两份黑坑散炮 原糖开口料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鲤鱼吧 它从那个咱们的进到这个黑坑之前啊 一般都是用这个颗粒饰料味养大的 所以在这个原糖的开口料上面 它是需求量是比较大的 接着再加入一份原糖开口料 我们现在还要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咱们的基础饵 基础饵 对 基础饵呢 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是什么成分 主要还是以鱿鱼为那个重点 它那里边的肤力比较多 鲤鱼啊 和鲫鱼啊 特别喜欢这个味道 而且它的状态特别好 好在哪里呢 因为它的肤力比较多 它形成了片状 在鱿鱼的时候 这个状态是 层层剥落 对 这个状态是特别漂亮的 所以在我们的散炮里边 必须要加到这个基础饵 然后加入一份基础料 为了让我们窝子里边的鱼啊 能够留得比较久 所以我们在这个散炮里边 还会加上一定比例的维他命 最后还需要加入一份 黑坑板维他命 搅拌均匀 刚才说了 我们今天的散炮 是主要用在干嘛的 鱿鱼 对鱿鱼 而且是鱿底层还是中层的 所以说这个水笔是比较关键的 按照1比0.4的耳水笔加入水 然后充分搅拌均匀 静置5分钟之后 这款在黑坑前期 又生口鱼的底散炮 就制作完成了 为了强调黑坑的生口鱼 需要使用底散炮 用鱼进窝 我们都知道 底散炮需要比重较重 入水之后相比较浮散 物化性也不需要那么强 所以在今天搭配的这一款散炮当中 依旧是加入了黑坑散炮 原糖开口料和维他米 这些耳料都是粗颗粒大比重 入水之后 能够快速到底 在底部聚窝鱿鱼 而另外一份就是这一款 基础耳 不同于其他三款 这款耳料主要是由 雪花粉 肤类 小麦蛋白所组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耳料的粗颗粒较少 而片状物较多 所以这款耳料 主要是用于增强散炮的物化性 下面把它泡入水中来观察一下 可以看到耳料入水的物化性较好 但是我们也发现 相比较在浮散当中 所使用到的轻敷和雪花粉 它的比重又比较大 也有大部分的粗颗粒下沉 所以说在抵散炮中使用到这种耳料是非常合适的 刚才我是知道在抵散方面我们可以用来釉鱼 那刚刚是釉耳 那其实我们的钓耳也很重要吧 对 你看为什么我们今天钓鲤鱼 我们用拉耳呢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今天这个鱼特别的快 这么小小的一个黑坑 那么放了3800斤鱼 这个密度实际上是相当大的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用措耳的话 有可能这个速度就会减慢 因为我们本身有这个散炮 给我们做支撑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耳料 就直接用拉耳来做钓 因为拉耳首先它的状态 它的这种适口性是非常好的 然后而且我们拉的 对 我们拉的是大球 对了吗 拉的大球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 我觉得钓鲤鱼吧 也是可以用拉大球 然后配散炮来钓快鱼的 因为一般来说 我之前钓个体比较大的鲤鱼 都是用撮耳 对 一般在我们钓鱼人眼中 都是这样的搭配法 但是如果是抢鱼的话 就可以用到拉耳 对 而且是要拉大 一定记住要拉大球 这个大大概要多大才行 最好是在两三颗花生那么大 就是两颗花生那么大是最好的 那还是比较大 对 所以这个时候 因为鲤鱼吧 它这个吸食的量是比较大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 就一定注意 你拉到过小的话 这个效果是非常不明显的 抢心鱼 首先它用的这个钩 是比较大的 对吧 然后用的杆子是比较硬的 用的线也比较粗的 要突出这个抢的块 对吧 所以这一点 如果你的耳料 投食量不够 那么这一点 可能我们就在 起点上面就输了 所以你这个时候 你想钓过别人 那这个可能就比较小了 就是首先耳料一定要管够 对 它才会喜欢到那个窝子里来 哇 又是一尾大鲤鱼 通过抵散泡前膝右鱼 牲口鱼大量进窝 做钓初期接连种鱼 那与散泡相配合的拉尔 又该如何制作呢 这个呢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鱼情 是比较快的 全是放的新鱼 还有这个我听唐老板讲 是新鱼新水新糖 所以说今天是挤鲜在一起 我们要这个鱼 要钓得快钓得多 那么散泡是必须的 然后配合的散泡要快呢 我觉得肯定是做拉尔的 而且是要拉大球的这种 拉得快钓得多 对对对 那个鲤鱼吧 它是占的比例比较大 所以说在今天我觉得 我们就用一个拉大尔的 这个拉尔来配 咱们的一个散泡 底散来做钓这个新鱼 那么抢鱼 我觉得就是没问题的 所以这个散泡配拉尔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你看啊 首先我们的这个开口料 这个是黑坑必备 对 开口料 这个呢我觉得是我们的 要着重来使用的 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在黑坑禁鱼来之前 这个鱼肯定是用 这个颗粒吃料味大的 对吧 那么我们的开口料 是最接近于颗粒的状态的 而它的味形 也跟颗粒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上面呢 我们的开口料用量 应该是最大的 首先加入两份原糖开口料 配合这个开口料的话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 我们首先要用咱们的黑坑鲤 黑坑鲤呢 钓鲤鱼 对 这个黑坑鲤是专门 针对这个黑坑里边来开发的 也是非常接近于咱们的碎颗粒的 就是颗粒把它打碎后 这种状态 所以说在这点上面 我觉得这个黑坑鲤吧 是必不可少的 颗粒物啊都是相对比较粗的 比较粗的 所以这一点上面 我觉得这个鲤鱼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 钓鲤鱼这个耳朵状态 一定要相对会 颗粒物一定要稍微粗一点 它这个鲤鱼稀释起来才会喜欢 所以在这点上面 我们一定要投其所好 然后加入一份黑坑鲤 然后我们剩下的呢 就需要加咱们的牛鲤的 而且是要用这种黑坑的浓腥味 浓腥味 对 黑坑的浓腥味 它的味道应该是很诱惑性的 对 这里边加了什么呢 加了是螺肉 还有鲜虾 还有鲜鱼这一类的 所以说这个对鲤鱼 尤其是牲口鲤鱼的诱惑力 是非常大的 接着 加入一份浓腥味的牛鲤 基础尔 基础尔呢 它里边是 还有很多的这个敷类的 然后片状的 所以我们用它的以后呢 这个耳料呢 拉出来的状态会特别的好 再加入半份基础尔 那么我们这个耳料 相对它的比重怎么样呀 比较重 对 它是明显偏重的 就是要让它快速地能够到底 因为大家都知道 鲤鱼在中途 中上层停留的这种激励 是比较小的 比较小的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 我觉得一定要注意 我们钓这种新鱼的 而且是牲口的鲤鱼的这种状况 耳料就一定相对要做 稍微偏重一点 加入占总耳料30%的拉丝粉 然后将耳料充分地搅拌均匀 现在就可以加水了 好了 对我们的水的比例呢 如果是钓鲤鱼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耳料都是 那个含水的比例吧 都是不大的 那么我们所需要的水的量呢 总量也不是不大的 比如我们像钓鲤鱼都是1比0.9到1比1对吧 钓鲤鱼呢 因为它的颗粒不一样大 而且它的这个耳料啊 那个吸水性不是特别的强 所以在水上面有一定要注意啊 正常情况下 我们加到1比0.6左右就可以了 按照1比0.6的耳水笔加入水 然后再充分搅拌均匀 再静置5分钟 乔老师 那经过5分钟吸水之后 就可以打揉了吗 对 这个耳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打揉的时候这个手法 就一定不要打得过分的次数偏多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打得过多的话 拉出来的球啊 它就会相对偏小 所以我们为了保证这个 钓鲤鱼拉的球比较大 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呢 钓鲤鱼的这个拉的话 我们是轻轻地打揉几下就可以了 所以在这里上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不能像钓鲤鱼那样 次数越多 感觉状态越好 对对对 状态越好 不是 我们不需要 我们需要这个耳料 就是要保持这种粗壳的状态 那么3到5次就可以了 这样 这么轻轻地打揉 对 你看这样 那么它调出来这个耳料 就可以完好无损地还原 它本来的这个颗粒的状态 对 这个状态呢 就很接近于咱们这个耳料 原始的状态 所以这个鲤鱼啊 就特别喜欢这种状态 喜欢这种粗颗粒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现在开出了这个拉尔 它到底在实践当中 效果会如何呢 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吧 好的 通常开拉尔时 都需要打揉15次左右 但是今天开的这款拉尔 只需要轻轻地打揉5次 然后团拢即可 其原因是由今天的鱼情 所决定的 今天做掉的黑坑 投放的都是2斤左右的鲤鱼 而且都是做掉当天 投放的新鱼 所以开口非常积极 耳料需求量大 加上鲤鱼洗食 粗颗粒耳料的特点 所以即便是拉尔 也需要很好地保留 耳料中的粗颗粒成分 下面我们就可以 一起来观察一下 这种拉尔入水之后 是怎样的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 这款拉尔入水之后 物化性适中 而耳团中的粗颗粒 会逐渐地脱落 下降速度较快 相比较掉际鱼的拉尔 比重较重 投食量也大了许多 注意看 我们耳料拉好以后 看到没 耳料拉好以后 我们的散泡 一定是在我们的上钩 上钩猪羊 这个散泡 我们一定把它 捏得稍微大一点 在手上 把它捏成形 稍微大一点 放在这 然后捏出这种状态来 捏在线上面 对 把它捏紧 对 我们这个抛下去 耳料还是在咱们钩上边 这个散泡就是右鱼 然后就垮掉了 所以我们的双钩 还是可以用来做掉 对对对 邱老师既然我们用到散泡来 诱鱼的话 是不是要抢鱼的话 抛肝频率得稍微快一些 对你说对了 你看这个时候 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个动作 给抓紧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时候抢鱼 抢鱼 要突出一个抢子 那么这个你的抛肝频率 尤其是前期 特别的关键 一定要稍微快一点 然后你想想看 你比别人如果抛的次数 偏太多了 就低太多了以后 那么这个你的投尸量 就会相对小很多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右的鱼 可能就会少很多 对吧 直至最后 你可能就 窝子里边就没鱼了 对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哇 什么飘顺啊 洞口 洞口 可以飘了吗 是 对啊 哇 看上咱们今天这个耳料 果然用得挺对的 你看你一下去 就已经连杆了 对 那邱老师 咱们这个底伞 是要一直都要用吗 还是可以 又几杆下去就不用了 这个问得比较好 尤其是在前期啊 咱们这个散泡 一定要把它跟上 知道吗 大概是要跟到什么效果 跟到明显感觉 这个口已经慢慢开始变慢了 所以我建议啊 建议是前期 每一杆必须带散泡 必须 那么一般新鱼抢呢 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 它就可能会 这个口啊就会放慢 在这个时候 咱们可能带几杆散泡 钓几杆 带几杆散泡 钓几杆 那么中间有一个间隔就可以了 知道吧 就可以完全不用每一杆去带散泡了 因为这个下边的时间 这个投食量已经够了 已经够了 对已经够了 只能说因为这个鱼吧 它因为这个被钓得比较快 然后可能我们这个鱼也受惊吓的程度比较大 所以这个如果你再大量投食的话 有可能这个鱼啊 反而会起到反作用了 反效果 对 前期抢鱼的时候 每一杆必须带散泡 那么一个小时左右 或者一个半小时左右 已经变慢了 相对比较慢一点后 我们就可以带几杆散泡 钓几杆 带几杆散泡 钓几杆 这样就可以了 刚刚你是简单的跟我提到了 咱们这个黑坑抢鱼的话 是一定要用硬杆粗线 那到底具体该多硬多粗呢 那么像这种密度的话 杆子呢 我觉得啊 首先它肯定是19钓以上的 哇 这么硬啊 对 因为它要快速抢鱼 要回鱼特别快 你想想看啊 这个鱼下去口很猛的时候 你如果这个鱼杆不够硬 那么回鱼就会相对很慢 那么你耽误的时间就会很多 所以在钓杆上面以后 我们一定要用尽量硬的 就是19钓以上的 那钓线呢 你看我们这个钓线 我们今天这个池子里边 它老板规定是 必须用3米6的钓杆 是吧 那么我们用了19钓的钓杆以后 那个线如果细了的话 那么肯定就容易断线 对吧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 一定注意啊 今天的目的是黑坑抢掉牲口鲤鱼 所以在钓具上 也有其自身的要求 着重讲两点 首先在这种高频率 快节奏的强调当中 钓杆一定要硬 硬钓杆种鱼之后 回鱼快 可以大大的缩短 六鱼的时间 在相同的时间内 比软杆做钓会节省很多时间 从而抢到更多的鱼 同时应该操作快捷迅速 做钓强度较大 所以要求钓线应该放大一些 否则经常断线 更换线组 也会错过最佳的抢鱼时间 因为新放的鱼 会集中在前一个半小时 甚至疯狂咬勾 所以不仅在耳料上 在装备上也要恰到好处 好漂亮的一个盾口 然后咱们的频率 一定要尽量地把它节奏打快 这样才能体现出 我们真正抢的真正的含义 虽然说前期可能一个半小时 是我们的黄金时间 但是如果你的动作跟不上 那么有可能就会比别人 少掉非常多的鱼